Hello 大家好 首先衷心多謝各位的訂閱和支持 因為就是有你們的支持 我才有發片的原動力 先進回正題 最近我用政府的消費券 買了herio的咖啡壺 這個咖啡壺我真的非常之喜歡 所以今天特地準備了這個開箱環節 這個herio的咖啡壺 我是在新都城的生活創部買的 其實去新都城買之前 我都見到千色劍有得買 不過我最後貨給參加 都是覺得在生活創部買是最便宜的 價錢是118元 那拆開包裝之後就是這樣的 如果裏面包一些防撞紙 這樣會比較好 裏面只有一本說明書 說明書裏面的注意事項 其實包裝盒上面都有寫 首先這個咖啡壺的第一賣點是 它可以放進微波爐裡面加熱 就算家裡沒有熱水 都可以輕鬆喝到一杯熱咖啡 包裝盒的另一邊都有簡單講解 這個咖啡壺有什麼清潔方法 跟普通的玻璃製品一樣 都是要用海綿去清洗 咖啡壺的容量是1000ml 好像我這些懶人 都是喜歡買比較大的咖啡壺和茶壺 這樣喝茶的時候就不用整天加水了 包裝盒上面寫到明是日本製造 這個HERIO的咖啡壺是獲得 日本燒紙製品工業會的內置認證 基本上全個壺都可以過到100度的熱水 咖啡壺的把手和咖啡壺的本體 都是有少許的距離 這樣就算有時候拿起熱飲上來 都不怕再辣親手 咖啡壺上面有很清晰印度測量線 如果以沖130ml的咖啡為例 那這裏就可以沖到7杯咖啡了 雖然它沒有茶格 但這個咖啡壺除了沖咖啡之外 還可以拿來沖茶 茶格已經和概念為一體 這樣就不怕如果不見了茶格 之後整個壺就要報銷 那首先我會試用這個HERIO的咖啡壺來沖咖啡 不知道大家平時喜歡喝什麼咖啡的呢? 我個人就最喜歡UCC這款速溶咖啡了 喜歡它口感偏虎和比較提神 我每次倒咖啡的時候都沒有很準確去量 總之咖啡粉每次薄薄填滿整個蓋 不見了白色洞洞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就可以把咖啡粉倒進壺裡 之後就注入熱水 可以見到這款咖啡的水溶性真是很快 而且我個人認為沖咖啡一定要用熱水沖 這樣才可以品嘗到它的最佳風味 然後就蓋上蓋冷卻一會兒 等它沒那麼熱的時候才再喝 剛才提到的測量線在沖泡的時候就可以發揮到作用了 今次我沖400ml 總括來說用這個壺沖咖啡真的充滿儀式感 而且接下來我都打算在Daiso買一個咖啡的淚杯 這樣就可以自己在家製作咖啡了 接下來我就會示範用這個壺來泡茶 這件是我上次拍菊花茶的時候順便拍賣 倒茶的時候大概就是這樣 雖然沒有傳統茶壺做得那麼澎大 但至少不會滴到周圍都是 因為菊花本身的花飯比較多 也可以考驗到這個茶甲花不發揮到作用 外面見到有零碎的菊花花粉 一擦了個茶蓋下來看 發現原來茶格的外和內都隔了很多菊花花粉 如果不是有去隔著應該整口都已經是菊花了 給外面大家看 就算有些走掉了外面都可以隔得到 倒出來的茶暫時肉眼見只是有兩塊比較大的花粉 沖菊花茶這麼難搞都能夠做到這個效果 我都絕對收貨的了 現在就看看HERIOR這個咖啡壺沖完茶之後易不易清潔 首先我先加點水進去攪一攪一下壺 然後加到滿就把水倒下去 倒了第一次水之後 菊花花粉已經清得七七八八了 但都剩下一點之後我再攪一下它 至於茶蓋就需要用多一點時間去洗 用手推多幾推 茶渣已經出來了 洗完整個咖啡壺 之後我再伸手進去用紙巾抹乾去 雖然我的手比較大 但是整隻手都可以放進去 不過想一下都覺得不用太煩 特意伸手進去用紙巾抹 之後再用幾次 洗完再倒轉個壺 等水慢慢流下來抹乾 這樣就可以了 總括來說 我都覺得HERIOR這個咖啡壺 整體的使用感都算幾好 看到這裏 不知道你訂閱了我未呢 因為接下來我都會和大家分享很多不同的資訊 如果還未訂閱的話 就要快點訂閱啦 今次的分享就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